他曾告诫罗志祥借色十年必能红过刘德华 在刘德华最失忆的时候帮助他渡过难关 他就是泰国著名的预言家白龙王周钦兰 他收梁朝委为官门弟子肩盖子 却一生不见刘嘉玲 据见张国荣称邓丽君死有余辜 当年邓丽君来到泰国 希望白龙王可以为他指点迷津 可却遭到了拒绝 不仅如此白龙王还称他出佛深血 利欲熏心 不够诚意所以不见 甚至还在他去世后称这是旧游自取 坊间传闻 白龙王之所以不见邓丽君 是因为看到他的前世是一只狐仙 那么白龙王周钦兰真的这么灵马 白龙王为什么会受到港圈人的信任 他究竟有多神 为什么会对哥哥张国荣见死不救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索一下泰国预言家白龙王的故事 白龙王周钦兰广东潮善人 十三岁时跟随母亲来到了曼谷生活 早年间周钦兰一直过着普通的生活 传言在他十三岁时做了一个梦 梦中太上老君告诉自己是他的弟子 梦醒后周钦兰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成年后的周钦兰开始做起了修理工 靠着维修电器、车等等生活 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搬砖人 像所有人一样 周钦兰娶妻生子平平淡淡度过了前半生 四十岁生日那天 周钦兰梦到了白龙王 梦中白龙王称自己将会和周钦兰解救世人苦痛 梦醒后的周钦兰发现身体真的和之前不一样了 便立即做了一场法事 当天晚上他再次梦见了白龙王 梦中的白龙王和周钦兰成为一人 第二天周钦兰竟然神奇地发现自己有了某种神力 之后周钦兰就趁着休息天 在外为他人补卦 消极必修 此时的周钦兰不过是街头的一位算命先生 周钦兰算卦不收钱 但只为有缘人补卦 只要看一眼就可以看出身上的运势 随着周钦兰时卦九龄的说法越来越广 他迎来了自己人生的一大转折 当年泰国首富的儿子黄创山因想要离开父亲的光芒 自己独立发展 却始终不得志 最终黄创山找到了周钦兰 周钦兰告诉黄创山他的志向并不在此 而是在香港 在得到周钦兰的指点后 黄创山毅然决然来到了香港 果不其然在香港他拿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赚的是盆满钵满 之后赤兹为周钦兰建了一所龙王庙 之后周钦兰白龙王的名号就越来越响亮 金融风暴后 向华强向华盛兄弟不远万里来到泰国求见白龙王 白龙王告诉向华盛一定要把握身边的女人 这是他的贵人 在得到白龙王的指点之后 回到香港后永胜电影公司拍摄的几部作品成为了当年的票房冠军 有了向华强兄弟二人的活招牌 白龙王的名声越来越大 据说电影无见到原本的名字为无间行者 在拍摄时 剧组时常出现一些奇怪的事情 不是东西被盗就是机器无缘无故坏掉 导演林建月当即飞到泰国 请求白龙王周钦兰的帮助 周钦兰建议林建月 这部影片和四字名字范冲 如果想顺利拍摄下去 就必须要把名字改成三个字 并示意林建月可以拍三部 前提条件是剧组所有人员都必须来到泰国举办一场法事 剧组停工一天就浪费一天的钱 最终 导演林建月一咬牙带领整个剧组飞到泰国参加了一场法事 果不其然在之后的拍摄中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无见到就连开机时间都是林建月询问白龙王过后才开始进入拍摄的 最后无见到电影票房大卖 口碑良好 在当时影视行业消沉的香港拿到了六千万的票房 之后两部也是反响良好 林建月更是把白龙王当为做上宾 之后相信白龙王的民心越来越多 刘德华遭TVB血藏期间 曾拜访周青南 请求为他指点泥金 周青南告诉他自己马上就会遇到生命中的贵人 不久后刘德华就收到了向华强的投资 白龙王曾告诉曾志伟有血光之灾 但是却无法避免 莫过多久曾志伟就在酒吧门口被几名壮汉殴打 古天乐最开始出现在荧幕上的是一副白面小声的模样 但大火后却被爆出坐过牢 一时间名声大跌 于是古天乐求见白龙王 希望他可以解开自己的困顿 白龙王建议他在泰国待一段时间 回到香港后的古天的成功拥有了健康色皮肤 从玉面书生变成了铁血柔情的硬汉形象 之后的演绎事业更是顺风顺水 深陷艳照门事件的阿娇 在白龙王的指点下 陈济几年后选择单飞再度出现在荧幕上 不过放眼整个娱乐圈白龙王周青南最喜爱的当属梁朝伟 他不仅收梁朝伟为关门弟子 还把他认责自己的杆子 据说白龙王曾经告诉梁朝伟不要接跳楼的戏 没多久梁朝伟就受邀出演一部跳楼戏 梁朝伟听了周青南的话找了替身演员 最终替身演员在拍跳楼戏时受伤 虽然白龙王一身为不少港圈明星看运势 但却有自己的规矩 非有缘人至死不见 这个规矩就连盖儿媳刘嘉玲也不例外 当年刘嘉玲深陷淋雨 周青南也没有选择出手相助 之后刘嘉玲多次跟着丈夫梁朝伟前来拜见白龙王 都遭到了白龙王的拒绝 白龙王不见刘嘉玲仪式引起了不小的争论 不少人称是因为刘嘉玲性格绝佳 就算真的见到了白龙王也未必会选择听 一定会固执己见 所以白龙王选择不见 除了刘嘉玲之外 周青南必而不见的明星还有哥哥张国荣 据说当年张国荣被多人下了将头 保持长期精神出现错乱 在朋友的建议下 一向不信这些的张国荣最终飞往泰国 请求白龙王为自己解开困惑 但是却遭到了白龙王的拒绝 他告诉张国荣如果能平安度过47岁就帮助他 回香港一个月后 哥哥张国荣就跳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对于这件事 白龙王表示自己也是无能为力 很显然周青南已经知道了张国荣的结局 所以才避而不见 早年间白龙王跟着黄创山来到香港坐镇 然而到香港后却诸事不顺 与战旅败 不少人称白龙王是因为初来乍到 水土不服 这样的理由也未免过于牵强 与其将白龙王说得这样神呼其神 不如称他为一个参透人心的心理医生 在人困顿时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让人在深处困惑时少了几分迷茫 2013年 在白龙王周青南的葬礼上 不少港圈明星前来吊艳 就连泰国王室也出席了这场葬礼 周青南从平平无奇地修车师傅到人人相信的神算子 他一生为人指点迷惊无数 却始终坚守自己的底线 非有缘人不见 那么他究竟是参透人心的心理医师 还是真有本事呢